1個全香港最貪心的阿仙奴球迷節目 因為我們至少支持4隊 一線隊 女子隊 U3 U18 EV Hitta爸爸 阿俊 常惟 Ryan 粉果 點子冰冰 回到這星期的點子冰冰 這星期的點子冰冰跟上星期不同 這星期EV終於可以做多一點功課 有充足的時間做這集的點子冰冰 但其實說話大同小異 因為兩場球在我的角度 無論對水晶弓也好 又或者現在這場主場對白麗頓的輸球 都是輸一種 就是不夠決心、懶惰和有部份的球員 是根本不夠班的 所以 就造成了阿仙奴球 其實這兩場球都會看到別人眼淹 甚至乎今天我做另一個台節目的時候 有一個客戶都問我 EV 其實做阿仙奴球迷 真的要 看得淡這個世界 因為當你有機會的時候 這隊球永遠都會給你一個絕望的困境 但當你覺得這個世界上沒有什麼希望的時候 他就會給你希望 其實這隊球真是很圓的世界 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呢 不知道大家猜不猜都是哪一個客戶 跟我說這番話 但他講得出來的 我都覺得有點道理 我自己都覺得其實都對的 因為說真的 其實今年未踢這兩場球之前 大家都覺得踢幾場球 然後這些對手級數 應該要拿分 但阿仙奴在這個時間 遭遇到雙幻潮 又或者排陣上面的錯誤 球員的決心不夠等等等等的情況 就出現了 引致到現在這樣的困境 你可以說的 現在的形勢 只不過沒有了一些打小長掃的優勢 如果知道有鎮作 依然有機會前四埋尾 但我自己覺得 在接下來的賽程 都比較困難的情況下 都很難 我自己覺得 希望繼續盡全力去做 對球 先跟大家說一說 今場這場球局的陣容 這場球局的陣容 都被人有些救病 有什麼救病呢 我們馬上看看 門將藍絲到 後面四個後防 右邊依然還未見富康見羊 繼續說一下利斯打住 中間 Ben Weiss 加比爾 左閘就放了34 因為上一場球 泰華利斯的表現非常差 所以正確地找第三個左閘去頂 我覺得在意圖上是沒有問題的 但在表現上當然有落差 中間三個迫於無奈的中場 盧剛加奧迪加特和Smith Rowe 有觀眾會質疑 明明有個有經驗的艾蘭妮 為什麼不用呢 我自己會覺得 原因就是很簡單 艾蘭妮在季味的時候 應該會指自由身離隊 所以預期讓艾蘭妮出 不如早點用盧剛加 看看他可以勝任到什麼位置 結果這場球很明顯博輸了 因為白麗頓針著盧剛加的位置 導致阿仙羅有很多轉手圍攻的位置 輸柳的位置被撞死了 所以這場球都踢得比較辛苦 奧迪加特和Rowe已經預算出正選 前面三個 拿卡士放在最前 沙卡仔放在右邊 左邊馬天奈利 後備陣容上依然比較弱 這場球出了 尼古拉比比 尼提耶 這場球也沒有上一場球 後備的艾爾斯 但Hitchison繼續進來 希望Hitchison 奧金堡這些 可以在未來的賽期完結前 都可以獲得一些 一線隊上陣的經驗 因為Hitchison 絕對有能力 成為下一個沙卡仔 當然 你也要留意下年翼鋒的位置 其實現在外借了河甲的Rowe 表現是非常好 究竟會不會召回自己 可以重用呢 這就讓阿迪達決定 這場球我有幾個感受 先看看失球 第一個失球 就是來自上半場的 對方的長傳 一次過 阿仙奴防守的左路 原本就應該是阿沙四先生負責 但你現在看到這張圖 你可以看到阿沙四先生 是不知去了哪 他已經當成了自己 一個防守中場的角度 你們也看到 在後防上 基本上 兩隻中堅 收回一隻加比爾 回來的時候 後面追擊的是盧剛加 但你們也看到 其實已經是食塵了 所以基本上 漏了整條 右路進攻路線 就被對加快放 那左路 阿仙奴防守 就等於0 OK 落地 挖完 那球出來之後 其實你也看到 阿仙奴中場的防守 是沒有深度的 因為前面 你可以看到 三個球員 就被對方三個球員 引開了 挖到出來 十二萬一點 那個球員 是完全沒有人管 根本上是任錯 不生氣 那個感覺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 我們贏巴塞隆拿 那場歐聯 艾沙雲那球 就是這樣進去 套路一模一樣 就是後場 人家的法比加斯 給拿斯利去放 拿斯利去挖回 中間 然後艾沙雲走 這個位置 然後鑽射 就是這樣搞定巴塞 其實這一球 是完美地複製那球的 失敗 OK 所以這一球 我只覺得是輸得抵 也看到阿仙奴的中場 防守體系 一出奧迪加特和Rose 就沒有了那個深度的問題 因為如果有拍敵 其實是跟三十四來講 都有一個前後的站位 我相信這個位置 就不會空得那麼厲害 你也看到盧剛加追回來 那個位置 其實也被人引了進去 所以蘇阿里斯也被人引了 所以基本上這個失球 是無可避免的 好了 第二球 第二球之前 其實臨完場之前 就有一個VAR 就說馬天下來 走回來頂入了 那究竟是否一個月位呢 是沒有人回答到 因為那些鏡頭保不足 但是我自己就覺得 其實那隻腳 如果你看平牌 那個是龍門那隻腳 那隻Boot那隻四 那何來有月位呢 這個我不說太多 VAR就已經判了 但是我自己會覺得 就是留下星期二 我會問回師兄 究竟這球是否一個月位呢 那我自己就覺得 值得上確 但是沒有辦法 最後也判了一個炸壺 好了 去到下半場 阿仙奴開始醒的時候 就被白麗頓 一盤冷水趙頭淋 很漂亮的禁區 後腳overlap 然後又是這樣 你看到阿仙奴的 防守的立體感沒有 你看到 完全不是man mark 禁區頂三個 隨時走進去切入 反而禁區頂 三個就 mark 兩個 而這個馬天奈尼 亦都是隱空了 是沒有留意到 身後面是有人進來的 所以最後就造就了 一個的咳射進來 好了 也就是這樣 令到藍絲道再度失手了 至於阿仙奴最近那球 其實我覺得純運氣 去到八十幾分鐘 都沒有東西很薄 奧迪加特也試了一些軟射 想不到省中那對家的球員 一個很漂亮的凹射 所以就凹死了對家的門將 追回1比2較近的比數 但也沒有辦法阻止 阿仙奴全失三分 整場球有些球員表現都比較差 在這裡跟大家說一下 比分 藍絲道這場球都7分 我自己覺得 做足了一些功課 一些長傳短傳 平飛球也沒有那麼容易 落到對手腳下 所以可以給他7分 蘇瓦利斯6.5分 我自己覺得這個球員真的盡力 這個球員 我就覺得這個球員見了底 接下來 阿仙奴的右閘後備 是不是應該 一個更強勁的球員 在這裡呢 我覺得是有需要隱瞞的 OK 好了 至於加比爾和賓威斯 這一場球 沒有辦法 沒有前面的屏障保護 再加上左右邊 隨時不見了 所以踢得相當吃力 所以都是比較低分 6分或6.5分 至於34方面 叫你踢左閘 你又是踢中場 你讓左閘沒有人 真的難辭其咎 所以5分 沒有辦法 至於盧江嘉 6分 我自己覺得這樣就盡全力了 但是上半場 非常多的誤傳 反而下半場 我覺得他有個重點 就是他自己推球上去 很煞食 搏到一些佛球 也有一個推進的距離 其實令我想起一個球員 戴亞比 明明是一個進攻中場 或者進攻box to box的球員 但是就迫他打個防中 這是完全match的一件事 以我看他這一場球 那個踢法來講 其實真的是 踢一個進攻 引領 引領對方向前的角色 很多 反而是做不到柏迪那件事 但是他做到奧迪加特 有時候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盧江嘉的那個 戰術球員的定位 我自己覺得 阿迪達現在指著 好像這張圖 指著那個位 我覺得不對的 其實他應該是 中圈位對上的 藍點位 我自己覺得 所以盧江嘉 那個角色 我覺得 球員是需要重新 將他定位 因為他的特性 在下半場 發揮得很好 反而上半場 迫他踢回防中位 是完全不合格 我覺得盧江嘉 這個值得大家留一留意 這場球會給大家一些啟示 至於奧迪加特6.5分 路仔也是6.5分 沙卡仔6.5分 馬天內尼 也是6.5分 至於拿卡錫迪 在前面 也算是第一層屏障 但是也比較辛苦 所以7分 後備換到 ATA和比比 也算是有少少事情 可以做到 7分6.5分 整體上來說 輸球加上 頭四十五分鐘 發夢 最後三十分鐘 才肯嘗試追 是這些比分 看見對方的心理 心態不好 尤其是上半場 過分保守 對著白禮盾 也不去拼搶 全球都非常多 失誤 不走位 那種懶散的態度 令球迷非常失敗 希望下一場有改善 下一場 阿仙羅 就會作客對修 修行頓 是星期六的賽事 希望球隊繼續努力 繼續支持冰加上市 每個星期會更新兩次左右 希望為大家提供一些 準確的阿仙羅消息 至於今集的點子冰冰 就到這裡 下一集回來 再和大家高呼 那場修行頓比賽的情況 希望會有一場贏球 不用連續三場 這節目真的很不開心 希望球隊生勝 下一集再見 拜拜